前天晚上我正在快乐冲浪 突然 当我点进去之后 现在更科学的洋魂 是给它大部分的食物是甘草 原来是桃子被藏狐主任翻牌了 当我正激动的准备在村口摆几桌时 我的评论区又炸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钢肠科会诊 兔子尾巴到底有多好玩 能够引发万人球拉的壮观场面 现在就带你研究 一般来说兔子体型越大 尾巴就越长 白头的尾巴像一条年糕 体型小的兔子尾巴粗粗短短 而且大部分的兔子都不喜欢被摸尾巴 但是桃子就不太一样 它是抽了名的脸皮后 尾巴可以随便玩 这么好的一条尾巴到底有多长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桃子的射死时刻 就 挺短的 五厘米还有必要拉吗 长刃自己短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下线了886